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 李强 中共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 最近被加封了一个官位 这个官位叫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这是中共最近在会议上出现的 就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个会召开之后就发现 说国务院总理 政治局常委 他兼任了一个职务 叫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另外也曝光说何立峰 另外一个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现在是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兼任了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就这两个人没有提到其他人员组成 这件事非常的蹊跷 非常古怪 古怪至少有两点 就是前不久 习近平专门把金融委员会从国务院拿出来 放成中央金融委员会 本来在国务院有这么一个机构 就是金融委员会 国务院金融委员会 全称叫国务院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 结果要拆车国务院 把国务院变小 把国务院的机构拆掉了 弄成一个中央金融委员会 意思就是党管经济 党管金融的意思 根据这个意思 中央级的这些委员会主任一般都是习近平兼任 不会假手他人 以前只有把一个主任给了别人 就是当大瘟疫爆发的时候 来了一个中央疫情防控委员会主任 加到李克强头上 那是为了让李克强背锅 所以当时疫情最旺的时候 李克强去了武汉 而疫情结束三个多月之后 习近平才去武汉 那这回很罕见 把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夹在了李强头上 这个很不寻常 给人的感觉多此一举 因为既然把中央金融委员会从国务院搏离出来 放到中央书记处党的名下 那李强就没必要兼任主任了 如果说李强要兼任主任的话 那就没必要从国务院移出来了 又从国务院搬走 又让国务院总理兼任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是自相矛盾 多此一举就在于说 国务院总理本身是管金融委员会的 你把他移出去就是多此一举 自相矛盾就是本来要党管经济 党管金融 要降低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的地位 结果最后又让李强来兼任 扰了个圈 还是让李强来当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习近平可能想通了 原先来讲不信任李强 要架控李强 是不是现在想通了 信任李强了 要给李强这个职位了 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我想习近平原先来打算 还是要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之后 他当主任 最多让蔡奇 李强他们当副主任 结果后来发现李克强也做掉了 国务院也没有什么强人或者背景了 而李强已经是被架控的差不多了 如果自己当了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话 恐怕不仅是要揽权 而且要负责 最后可能自己成为背锅响 他现在觉得自己不当金融委员会主任 就让其他人来当 比如说李强来当 有什么事让李强背锅 有好事就说是习主席为金融发展指明的方向 如果没有好事这句话就不要提了 那就是追究李强的责任 总之现在中国金融不稳定 经济不稳定 金融动荡 甚至一些银行出现挤兑 到处出现贷款烂尾 房地产 房贷烂尾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很可能出大事 一出大事就是金融危机 说这个危机既然迟早要到来 还不如让别人背锅 就跟当年叫李克强背锅 中央什么疫情防控委员会主任一样 这回金融要出事了 让李强来背锅 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所以李强捞到这个职务 第一没有实权 第二还要当背锅侠 还要负责 有权的人不负责 没权的人要负责 就是习近平不用负责 李强必须为此负责 这才是这个官贸的含义 另外 由何立峰来当办公室主任 就是把李强给看住看死 因为习近平其实信任何立峰 由何立峰来作为所谓经济决策人 或者是经济撒谎 事实上把李强就架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强早就表态了 说国务院是政治机关 是讲政治 要讲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成天就搞政治学习 不务正业 现在是叫国务院总理也好 叫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也好 都这么回事 反正他当好不当 当多当少 由习近平说了算 最终是因为李强责 另外 这里面中央金融委员会 开始把他搬过去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员设置 主任没有 副主任没有 办公室主任没有 现在有两个位置了 金融委员会的主任是李强 办公室主任是何立峰 但是副主任是谁 也没有公布 就仓促开会了 这再一次说明了习近平不仅在盘算权力的问题 而且是无人可用 无人可信 通常中央有某种委员会 一定有涉主任一名 副主任两到三名 同时出现 副主任仍然缺位 说明没人可用 没人可信 是不是要叫蔡奇王沪宁当副主任 他们也觉得不干 在李强之下不干 那是不是要叫其他副总理来当副主任 似乎又是把大国务院办成小国务院 习近平又仇促 所以就跟现在的国防部长空缺一样 宁愿空缺 也不任命人 就像现在总装备部的政委空缺一样 宁愿空缺 也不任命人 表面上是灵缺无奈 事实上是没人可用 没人可信 所以现在官员的出现大量的空缺 就看谁能够吹牛拍马 谁能够效忠 这些官位就可能受人 所以现在中共不仅是军队里的官位 拿来外观欲绝当人情买卖 地方的官员是要外观欲绝当人情买卖 可能中央级别的官员也是要买卖 这个买卖不一定是金钱 但是可能比金钱更有价值 就是表忠心 进行肉麻的吹捧 然后进行拥护 然后可能会授予这些官职 所以官职空出来越多 对习近平越方便 就看谁积极向自己靠拢 谁经过反复的考验之后 是自己觉得信得过的 靠得住的 一没有权力欲 第二又敢负责任的 有责任他当 有权力的时候让给习主席 这样的人可能得到重用 因此中央金融工作晚会的副主任也就虚伪以待 当然 接下来会有新的权力斗争 仍然是蔡奇跟李强 浙江帮跟福建帮 习家军内部的人 都会为这些官位争斗 都死去活来 硝烟士气 或者是看不见的硝烟在中南海弥漫 最近在习近平刚刚离开加州 刚刚离开九云山 一个新闻非常轰动 就是中共居然在加州 加利福利亚之后 射了秘密生物实验室 被国会的中国特色委员会披露出来 非常惊人 这个生物实验室在加州一个县里面 在山谷里面设置的秘密设立 设立的时候 现在议员说 中国在加州设立生物实验室 比小说还离奇 比小说还惊悚 简直不敢 让人相信 怎么回事呢 他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有一位警官经过一个地方 这个警官叫哈勃 他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 怎么有个建筑 由这个塑料软管生出来 他马上感觉到这不符合建筑标准 他就去看一下 就一看他大吃一惊 里面有十年室 有仓库 这个十年室仓库里面装满了 可能是几百或者是更多的人 有些人在里面忙碌 穿着白大褂 戴着口罩 戴着防护的手套等等 结果一问 说是中国公民 他就更吃惊了 然后看到这个十年室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什么老鼠 死老鼠 试验的动物等等 而且这些还标志着各种各样毒品的有毒的瓶子 上面写的什么艾滋病毒 伊波拉病毒 新冠病毒 各种各样的病毒标在那里 另外他又看到一个仓库 也是乱乔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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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种这些 这些十年纪 十年品和这些动物 比如说老鼠的死狮 十个老鼠里面就八个是死老鼠 所以根本不符合动物管理的标准 也不符合人道的管理动物的标准 他就非常吃惊了 而且发现这个实验室和仓库都没有经过批准 没有批文 因为在美国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办一个学校也好 办一个餐馆也好 你都有证书 你都有政府的批准 同样你这个实验室更不得了了 实验室 仓库这些作为实验的 生物实验的 那更不得了 更是更高级别的 甚至更多的这种证书或者批文才有可能 就在中国讲的叫资质 资格证明 结果都没有 所以他就报告 结果他向美国联邦政府的疾控中心 CDC报告的时候 居然CDC的官员不予理睬 甚至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又再进一步向其他机构报告 终于到了今年3月份才被批准去进行检查 就是由联邦调查局 联邦的CDC 地方的疾控中心 还有加州的一些司法机构联合进行调查 然后进行检测调查才发现 这是中国公司设在加州的秘密实验室 而发现了这个秘密实验室的主人老板是谁 老板原来是一个国际逃犯 他原先就翻译了对美国大公母 他是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去 有双重身份 中国和加拿大共民 这个人叫朱家贝 所以后来到美国这个画面 何大卫 他在加拿大的时候开了公司 这公司专门来去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后来美国就对他发出了通缉和逮捕令 加拿大的法院对他发出了通缉和逮捕令 结果他跑了 他跑到哪儿 他逃到美国 逃到美国 他改名换姓 叫何大卫 何大卫之后 他不仅没有改变他的秘性 加拿大的法院判定不仅要判决他 而且说给他 他这公司发款3.3亿美元 他人跑了 跑到美国之后 不仅没有改革自新 没有放弃中恶 他居然就在美国搞起了生物实验室 而这个生物实验室居然有两个惊悚的发现 一个发现就是资金来自于中国 现在的调查发现了 这个实验室的资金 有一笔钱130万美金 来自于中国银行的支付 另外更精爽的是 他居然向加州政府 申请了补助金来办实验室 而补助金 来自于加州州长扭升政府 36万美金 所以这就更精爽了 然后再加上被发现之后 居然有些政府不予理睬联邦的CDC 说明这些机构都有可能被中共买通 或者给了大价钱 据说加州的纽生政府还要当地的官员对此事保持沉默 所以这就更奇怪了 联想着这一回 纽生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之前去了中国一趟 受到隆重礼遇 回来之后在飞机悬地上摔了大礁 摔下了 拎着两只箱子 叮叮光的摔下来 然后在加州又接待习近平 当成贵宾接待 然后又经过习近平的建议在旧金山大搞建言 大搞清零 把流荡者清零 习毒者清零 垃圾清零 到处清零 据说是总共花了127亿美金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据传说127亿美金并不是加州政府的钱 不是纽生花的钱 说是中共代为支付了这个款项来大肆地清洗旧金山 要把旧金山清洗得像中国的城市一样 或者是北朝鲜的平壤一样 没有习毒者 没有流浪汉 没有其他垃圾等等 所以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纽生本身的形象就更值得怀疑了他的背景 这一回的实验史居然有这么一个背景 而这个实验史研究各种各样的病毒 那都是非常致命的 居然没有合法的许可 而是里面的人就号称是中国公民 这件事曝光之后 从3月份开始调查 到现在已经11月9个月了 所以美国的国会员就质问 为什么这件事拖了9个月才会有曝光 向国会或者新闻媒体曝光 所以这样的实验史还有多少 如果说中共要损害美国 损害一个国家的话 莫过于给你制造有度的细菌 打细菌战 而这个细菌战 如果在中国 比如在武汉实验室里面设置 最后不胜四手 传染了整个中国 又传染了整个世界 那是一种 但是居然就在美国境内设置 那就更恶意了 更恶毒了 想一想 先不说他是不是有意要发射 到什么时候发射 如果他像武汉实验室那样 突然中途失守 中途走了的话 那整个加州不得了 整个美国不得了 那是病毒泛滥 所以这背后的企图显然是不得了 那简直是叫不堪想象 或者是有人说的一些词叫做细思极恐 然后这里面建立了这个病毒实验室 那究竟中共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且不说 但是居然得到了向加州的政府的同意和沉默 得到了联邦政府的疾控中英 CDC的沉默 甚至不予理睬 那这背后就说明了中共所生向美国的触觉 那是有多深 习近平这回跟拜登会谈 还说 中国对美国无意取代 无意代替 也无意干涉美国内政等等 说了很多话 结果到美国来设什么公安局的 中国公安部的这些警察分局 到美国来设生物实验室 然后还在美国到处派出大量的水军网军 到美国这种互联网 到什么YouTube 谷歌 脸书 推特 到处去捣乱 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 甚至是这种颠覆行为 美国没有做这样的事 但是中共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是赤裸裸对美国制度和民主的颠覆 对美国民主 美国主权的侵犯 现在发现的生物实验室 那是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 已经不是细思极恐 这已经是一回事了 如果这个没有被偶然发现 如果发展下去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如果有一天美国突然爆发了大瘟疫 然后不小心又传到了全世界 中共说 看 终于不用甩锅了吧 原来说是中国武汉传出的大瘟疫 这是美国自己传出的大瘟疫 美国要说清楚 结果正是按照中共的喉舌金灿荣的话 什么中美双赢就是让中国赢两次 让美国输两次 也就是习近平说的 我们不读美国输 希望美国繁荣昌 美国也不要读中国输 其实中共赌的就是美国输 让美国输两次 比如说这次输了的话 要是没有被发现 头一次是从武汉实验室传出的病毒 祸害了中国 祸害了全世界 祸害了美国 那下次从中国人 中国公司在加州境内设置的实验室 祸害美国 又祸害世界 那真是让美国输两次 而这个逃犯 叫足加倍的逃犯 或者又改名叫何大卫的这个人 现在究竟状况如何 是不是被逮捕了 现在相关的报道也没有显示 他在加勒大犯罪又在美国犯罪 十足的犯罪分子 而这个犯罪分子居然能够从中国得到大笔的资金 就是因为他的犯罪恐怕不简单 恐怕不是他个人的犯罪 也不是他所在公司的犯罪 恐怕背后有国家恐怖主义的犯罪 所以说下去那才是细思极恐 成了中美之间的重大事情 另外一个新闻是在台湾 现在总统大学是如火如荼 逐渐达到高潮 在明年1月要选出新任的总统和副总统 新政府 现在朝野攻防出现了新的情况 就是在朝的情况是宣布了副总统候选人 执政的民进党 他的总统候选人是赖青豆 是现任的副总统 然后早就被宣布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民意支持度是排在第一 现在宣布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肖美琴 肖美琴是民进党派驻的驻美国大使 或者叫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代表 肖美琴当副总统 跟赖青德搭配之后可以说是声势看长 气势如虹 是受到本土派的热烈的欢迎 因为赖青德本身形象很清新 从政纪念很丰富 有赖神之称 就是选战总是胜利 后来又当了副总统 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而肖美琴可以说是有传奇的绅士 肖美琴的父亲是台湾人 母亲是美国人 混血 而出生又在日本 肩跨了三地三国 台湾 日本 美国 所以英文和中文都非常流利 担任驻美大使 三年多 三年四个月为美台关系的提升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强硬的 强势的反击中共 也在国际上知名 所以中共那边说是有战狼外交 这边是有战猫外交 就是说肖美琴是一只战猫 为什么肖美琴爱猫 他从台北到美国就任的时候 其他没带 单身女性 他就只带了他最宠爱的四只猫 四只猫一起带到了华盛顿 所以就是猫女神 所以后来叫他战猫女神 这次他们俩合作 可以说给民进党的选举添加了气势 气势如虹 那在野方面呢 在野方面有一个南北河 现在看着是走向破局 说当时马英九派人到中共那边去访问之后 似乎得到了中共的什么指示 突然马英九出来调解 前总统马英九出来调解 让国民党和民众党 国民党的叫蓝 蓝色 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侯友宜 新北市长 民众党的候选人是柯文哲 前台北市长 现在是民众党的创办人 这两个人叫南北河 民众党叫北 南北河 所以本来要达成了 马英九提 让他们依民调 谁是总统候选人是副总统候选人 如果是南北河的话 依民调来行事 结果民调出来了 出来之后却闹翻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却闹翻了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他们这方坚持要正负差距6%才能算 但是柯文哲说 正负差距应该在3%以内 否则按正负6%好像就是侯友宜的民调高于他 如果按正负3% 他的民调高于侯友宜 就是说他应该是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是副总统候选人 但是侯友宜有国民党党机器 不干 加上对民调样本不认同 双方发生差异 最后现在相当于是不和而善 是各走各的路 就在过去星期天 柯文哲宣称是继续做总统候选人 代表民众的 而就在星期天 外界又突然发现 柯文哲跟郭台铭在一起上谈 郭台铭是商人 是相当于独立候选人 他是富士康的董事长老板 但是中国为了不让他去参选 因为郭伯雄参选的可能会 不是郭伯雄 因为郭伯雄参选的话 可能会分散南银和南北两银的票 会让民进党得到好处 所以中共就希望劝退郭台铭 如果劝不退的话 就对他的富士康下手 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富士康的厂家 要下手 通过查税等等一些方式 郭台铭就表示似乎宁愿放弃富士康 要去竞选总统到底 所以富士康也在向印度 东南亚国家转进 甚至向美国转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郭台铭要选举 那柯文哲跟郭台铭台有可能另外一种合作 而南银就可能单独选举 如果说南北核搞不成的话 实际上就对民进党对绿营有利 所以这里面就看出一涨一消 就是民进党由于赖清德跟肖美琴的合作 肖美琴的合作 推出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很稳定的领先 那南北核破局之后 侯友宁和柯文哲可能各走各的路 再加上有郭台铭的出场 所以情况复杂化 他们可能会被分散选票 这是中共所不愿的 当然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1月份投票 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那中共可能还会上下其手 而南银白银 以及商界的人可能还会继续动脑筋 最终能不能促成南北核 或者南北核破局就此定调 现在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也就是关于台湾总统 最后的结论没有下 但是大趋势已经很明朗 那就是绿营本土派 坚守台湾民主和主权的 那一切的肖美秦一方 现在是气势上占上风 在民调上也占上风 支持率上 那么南北核还在探讨他们的南北核 或者是郭台铭处于什么位置 都还在各方的博弈之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情况未定 虽然大拒一名 但是最后底牌未定 所以台湾的局势仍然是 大选局势仍然是朴素迷离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